我根本不在乎這個世界會變怎樣 因為這個世界跟你 我選擇你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想見你的》製作團隊帶來的最新作品 《無神之地不下雨》 故事敘述在一個架空的世界,眾神不再祝福這一片土地 在最後一場雨到來之前,撤離了他們所眷戀的人間 然而造物主在人間的代行者,雨之神 卻為了一個人類女孩留下 他們將在末日來臨之前,揭開過往的秘密 以及扭轉命運的關鍵 《無神》一共有13集,每週日晚間9點和10點 分別在華視以及愛奇藝國際站首播 隔週六在八大戲劇台跟播 我們在適應的時候,很喜歡《無神》在每一集開始之前 用繪本風格的動畫,去介紹角色背景或是傳說故事 點出了當即的重點與走向 讓對於這個架空世界不熟悉的觀眾來說 能夠很快地就進行到劇情裡 《無神》將部分啟發自梵林神話的概念 融合在奇幻與末日愛情的類型中 是近年來在台劇裡少有的新影嘗試 所以我們會先建議大家,以虛構的視角去享受這齣影集 等到過了幾集之後,你就會發現 編導在裡面深藏的幾個現實議題 包括環保、親質、信仰以及文化傳承等等 都會讓你在觀影之後忍不住回顧自己正在面臨的挑戰 所以我們覺得,相較於想見你的浪漫主線 《無神》想要探討的,會再更多元一些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會先介紹這個故事的世界觀、關鍵角色 以及我們初步整理的三大命題主軸 相信會讓你更享受這齣影集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開啟字幕 也歡迎到Apple與Spotify等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免費收聽我們聊更多的作品喔! 在這個架空的世界裡 天地萬物都是由全能的造物主 也就是在劇中被稱作Gagalayan的神奇所創造的 在它的轄下,有各式各樣的神靈Gawas 是一種存在於山海以及所有可見事物中的靈體 它們分別行使著不同的能力與任務 守護著人類,給予它們祝福的意志 除此之外,也有神靈擁有觀看時光倒影的能力 從中去看見過去和未來 以確保所有的人事物都按照英國矯正司的規範 落實時光倒影的畫面,來完成造物主的意志 然而隨著漫長的時光過去 人們逐漸忘記來自大自然的祝福,自意妄為 讓造物主決定要收回所有的祝福 召喚神靈離開人間,留下人類自生自滅 也因此,作為神靈和人類橋樑的祭師Shikawa Sai 從此也無法上達天廳 對面對前來求助的人們也無能為力了 然而留在人間的,除了部分不願意離開 或是還有任務再生的神靈停留在人間之外 還出現了紅眼睛的惡靈Galia 甚至是藉於善惡之間的困惑靈體停留在人間作亂 伴隨著本就可怕的人心,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混亂 不過,有個人類女孩謝天帝卻掌握著翻轉末日的關鍵 而故事就以她為起點來展開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幾個關鍵角色的背景設定 謝天帝從小被作為祭師的矮奶把奈 送到台北的季養家庭長大 這張表面上看起來樂觀活潑的她,心裡總是有個缺口 選擇遠離家人和部落,過著忙碌的生活 奇妙的是,嘴上總是掛著謝天謝帝的謝天帝 看起來好像特別的幸運,多次從險境中安然度過 這也讓她成為了一個什麼都敗的信徒 作為旅遊社的招牌導遊,她不僅受到重用 也得以實現夢想,買下了自己的房子 不過就在某次帶團的意外中 她發現自己的歌聲在山林中召喚出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男子 正在她試圖去釐清自己的奇遇的時候 卻也提前看到了即將發生在自己身上和這個世界的悲劇 作為造物主的代行者雨之神,只要她出現就一定會下雨 她四處遊走按照時光倒影的畫面,來確保人世間的運作 但是看起來總是冷酷又帶點哀愁的她 卻會在聽見謝天帝的歌聲時不由自主地出現在她身邊 成為了她專屬的守護神 事實上她和天帝早有一段深切的淵源 而他們之間的記憶將會影響到人類的命運 作為監督者的風之神,掌管著英國矯正司 以記憶之初來管理人與神靈的互動記憶 她主導著,撤離人間的任務 只要有任何偏離造物主安排的人事物,一律都要矯正回來 然而在撤離行動的期間,不僅有任意行事的雨之神完成不了任務 甚至還冒出了其他的神靈作怪 雲之神擁有多變的外貌 來去自如也能窺淡人心 或許因為可以感知人與神靈的記憶與慾望 長者下來承接了太多的負面能量 再加上看見一個她不願意接受的未來 雲之神選擇背離造物主的意志,自行其事 也因此被剝奪了神靈的身份成為了惡靈 也用她那雙令人畏懼的紅眼睛製造更多的恐懼與絕望 樹立女神在英國繳鎮寺工作,喜歡秩序和穩定 無法接受任何偏離造物主安排的意外發生 然而作為她千年伴侶的李普輝卻站在她的對立面 不僅浪漫隨性,又總是不受控制 在大學當教授如意得水,不願意離開人間 他們夫妻兩人在這次的撤離行動中,剛好各自站隊 樹立女神跟著楓之神,確保撤離與銷毀記憶的行動 然而李普輝卻變成羽之神的助手,守護人類和他們的記憶 讓這對夫妻終將走向決裂 在人們逐漸遺忘神靈的同時,也有一些神靈逐漸忘記了自己 像是珊瑚之神,為了照顧人類遺棄了一對姐妹,成為了計程車司機 只有身上的白斑還提醒著自己神靈的身份 她深愛著姐妹倆,不願意隨之眾神離開 也因此她準備好付出任何代價,要留在姐妹倆身邊 然而她卻不知她的私心也將會讓無辜的姐妹倆跟著付出代價 雖然我們在開場有提到 《無神》是一齣啟發自梵林神話的奇幻末日愛情劇 但同時編導也在故事中深藏了環保、親質、信仰以及文化傳承等等現實議題 不過我們覺得實際貫穿全劇的主軸其實是 《記憶》、《命運》以及《相信》這三大命題 故事一開始,英國繳政司為了撤離神靈,動用了記憶之書 收回人類與神靈互動所有的回憶 不僅就此改變了這些人類接下來的生命走向 也在他們心中留下了缺憾 會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之下感到悲傷與虛無 對謝天地來說,她從小到大都有這樣的感受 直到在一場意外之後,她找回了記憶 才發現原來從小到大她就和神靈們互動過 甚至曾經發展出深切的情感 也因此讓她在失憶時 卻依然擁有那些經歷所帶來的情緒 就像是失了根的扶貧 我們很喜歡劇中提到 經歷與情感組成了記憶這個概念 甚至還衍生出了 如果記憶回來了 但自己卻從未真實地走過那些記憶的話 那現在的自己還會不會為了那些記憶感到悸動呢? 這也讓我們很期待,在接下來的劇情中去探討更多記憶的意義 以及人與神如何面對無法遺忘或是被遺忘的傷痛 代行者因為可以觀看時光道理、預知人的過去和未來 這讓全知的她對無知的人類有時感到可笑,有時卻也感到同情 在即將到來的末日裡 缺水、動亂甚至爆發不明疾病 人類的命運似乎即將畫上句點 如果可見的未來讓你感到悲觀 你是否還會為那樣的未來做出任何努力? 還是說寄託信仰、尋找神蹟 比起努力會更加容易一點 戲劇中所描繪的末日景況,其實在現實中一點都不陌生 從去年開始,你我都一定萌生了強烈的危機感 不管是缺水、缺電、缺糧、戰爭甚至是全球疫情的快速變化 都讓我們不禁開始思考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也因此我們變得更加關注當下 相較於許願,是否也變得更勇於自我實踐、把握機會呢? 在戲劇作品中,時常可以見到剖析命運的各種面向 不過這次無神特別的是,融入了泛靈信仰中 神靈透過萬物降下祝福的概念 也就是說,真正能夠開創未來做出決定的是人類自己 而世間萬物能夠給予我們的,是希望和信念 也因此,當人們忙著四處祈求,將自己的人生寄託於他人之手 那最終寫下悲劇命運的,也是我們自己 另一個我們覺得無神詮釋命運滿別出心裁的一點是 藉由謝天地和奶奶,以及季陽家庭的互動中去探討 自以為是的愛與安排,剝奪了對方自我選擇的機會 或許就像是英國繳政司,強行為人類遇寫好的劇本一樣 以為這是最理想的付出,卻成為了對方最不了解的痛苦了 雲之神擁有穿越人心的能力 像是遊戲人間一樣 用嘲諷的方式點破人類與神靈的真實想法 他的行蹤飄忽、動機不鳴 對於謝天地充滿敵意,也對撤離行動多次破壞 也因此讓雨之神和風之神對他特別提防 然而在他出現時,往往就是重要轉折的時刻 從他與所有人神互動的過程中,你可以看見 這個象徵謊言與意外的雲霧之神 是如何看待比自己更強大的造物主的 也就是,對於造物主所賦予的道路 帶著懷疑與不滿 對他而言 他所相信的就是自己的判斷、自己堅守的價值 而不是那個他見不到也摸不著的力量 有趣的是,我們覺得 他跟什麼都信卻好像沒有中心思想的謝天地 剛好成為了一個很好的對比 我們也很期待,在接下來的末日劇情中 針對越來越萬能卻也越來越無助的人們 到底該相信什麼、堅守什麼樣的底線 做更深刻的辯證了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很期待《無神之地不下雨》呢? 從10月17號起,每週日在華視和愛奇藝首播 千萬不要錯過了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